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条鲤鱼 一条鲤鱼 你都收拾完了 就等你回来 明天不见消息准备个大盘回家 在冻上还是咋整呢 冻上呗现在也吃不了 你看看吧 你看看 人家教育有一手了 这么多了 这也不是三条 这都是啥呀 鲤鱼啊 鲤鱼子 这是鲤鱼啊 这是鲤鱼吧 红色的呢 你家红色的鞋 鞋 这几条啊 五条 六条 龙哥这是钓的 大丰收啊 咱爸咱爸吃 我拿家去 不拿来 我家咱家的冰箱都没定放 咱这冰箱有地方吗 这有啊 下次你给福哥送去点呗 正在福哥也找我用 是 嫂子省吃点用的前天 给他送去几条了 在那也吃不了 行 先放冰箱里冻上 这也没地方呢 你放在下面就行 你放水槽里一会儿我找 你也守着守着 咱俩走吧 不是我钓的鱼 龙哥钓的 然后我下班了 再参加的拿回来 我心里我吃不了 给福哥送点嘛 行那我下桌给你送吧 福哥 行 好嘞 拜拜 在工厂上班呢 他们公司忙啊 他们有两个工厂 有个工厂 因为疫情 然后把所有的活都推到这个工厂来了 所以特别忙 我行自把鱼给福哥送去 但他还没下班呢 我看最近有很多网友问我 泡菜什么时候上架 这段时间我跟大胖 也一直在尝试 把我家的泡菜 往各个地区游 让亲近朋友都尝尝 他们尝完之后 总体反馈还挺好 挺好吃 我嫂子也说挺好吃的 你就放心上架 是 因为他们也经常看我视频嘛 所以这之前我也往韩国游了好几次 但是收到货之后 都是开包了 账单了 然后味道不好 所以我就不敢上架 因为当这天气也热 从国内游到这都五到七天了 那肯定酸了呀 是 所以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然后过两天我妈妈朋友来韩国 也帮我带一些泡菜过来 这样的话就是当天到嘛 他不会开 不会长大也不会发酵了 那泡菜能拿来吗 能拿 以前我在国内往韩国拿了个萝卜条 韩国没有萝卜条了 我妈办的嘛 那时候我妈没来韩国的 是 到时候我婆婆长了 他们她说好不好吃 她拍板叫好 那才是真的很好吃 是 那时候我妈说好了 我们再上架 我妈不说好 我们不敢上架 因为这是我们家的招牌嘛 所以不能罚了自己的招牌 是吧 嫖麻 然后 我跟大胖 这两天休息了 然后感谢大家 对我跟大胖的支持吧 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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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